OK在接下去呢 我们再一连讲两个 因为这两个呢 很像了 两个脚 一个边 但是你想 老师都是两个脚 一个边 为什么他要区分为ASA和AAS 因为这个边 有没有夹在中间 就会取决 他的叫法 那如果你是两个脚 然后呢 那个边是夹在这两个脚的中间 我们叫他AS 如果这个边 不是这两个脚中间的 而是随便这一个 或者是这个的话 那我们叫AAS OK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了 两个边 两个脚 一个夹边叫ASA 两个脚 随便一个边 叫做AAS 但是你会看到 其实都可以找到 对不对 都可以是得到 得到一样的 三角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 做了很多的 尝试 我们发现到 我只要给你两个脚 还有那个边是夹边 你不管怎么画 都会画出同样的三角形来 所以就证明了 ASA会全等 AAS也会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是 两个脚 然后那个边在A的对面 所以这个边呢 也要在D的对面 只要他同样的条件 这样啊 那他都会 他都会是一样 画出一样的边 一样的角 一样的三角形来 OK AAS 其实也写成SAA 也可以接受 当然我们不要乱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所以当然我们写回AAS就好 所以没有必要去改变他 写SAA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思考题 脚脚边定理就是AAS OK 为什么要强调两个脚 与其中一边的对边 对应相等 若两个三角形的两个脚 还有一个非假脚相等 他们一定全等吗 什么意思 你看他这一句话 AAS的时候 两个脚和其中一个脚 的对边 对应相等 OK 为什么他不可以讲 两个脚相等 还有一个不是假边就可以了 有不同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讲说不是假边 结果这个B C呢 他就讲是这个 这一边 OK 那这个的话呢 他选到了这一边可以吗 就不行了 为什么 你会看到 这一个 跟 这个跟这个一样长 这个跟这样 这个跟这个一样大 这个跟一样大 但是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长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三角形呢 就未必一样啊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呢 就这一边呢 就其实啊 他是强调说 一定要这一个边这个脚的对边 这个也必须要是这个脚的对边 啊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OK 说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样随便 那我来看一下 啊 这个 立体吧 哎 哎 立体吧 那不一样吗 我这样 以前念书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 注意到 我们随便 随便证明了两个脚 然后呢 随便一个边就行 哦 原来 这个如果是换去了 这个边 好像就不对了 OK 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好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吧 呃 三角 三角形都是不等边三角形 那他的对应顶点 顺序写出他的 三角呃 全等三角形 然后并说出原因 那我们看哪两个边一样两个脚一样两个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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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全部都给同样的 哦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六都是一样六六六对吧 但是他是给不一样的 呃 不一样的边了 这个是夹边 这个是夹边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来 ABC 或者我叫他BAC 会相等于HGK 啊 是这里两个很容易看 那这一个六是59的对面 这个六也是59的对面 但是这个六是64的对面 这个六是64的对面 啊 所以这一个跟这个的全等 这个跟这个全等 你就不能交换了 OK 说这个59呢 啊 如果我们写DF的话 这样这个呢 就是RQP OK 然后呢 如果这个是NLM的话 这个就是XYZ 可以理解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当然他的他会有不一样的Orientation 我们先看ABC 如果我要的是ABC 他是59度 然后六的对面 还有64度 所以这个是GHK 对吧 GHK OK 那如果这边用的是E DF 我们看一下DF啊 DF是这样子 59 六十四跟六 五十九 哎 是跟这个 五十九 六十四 跟六 所以是RQP RQP 对了 所以再接下去 那个呢 他用了LNM LNM LNM是五十九 六十四 所以这里是五十九 六十四到这个 所以是YXZ 对啊 YXZ 所以要注意那个顺序 这个也是 刚才一直都强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九啊 判断下列两个三角形是否全等 然后解释原因 那这个是七十度跟八十度 还有七十的对面 这个是七十度在这里吧 好 我们可以去计算一下这个 是用一百八 减八十 再减三十 应该得到七十 所以七十的对面是七 所以这个是七十 这个是七十 这个是八十 这个是八十 这个是七 七十的对面是七 这个也是七十 对面是七 所以这两个是全的 OK 所以当然他的做法呢 他是先找 他是找R 他用一百八减七十 再减八十 所以是到三十 所以发现到这个是三十 这个也是三十 这个是八十 这个是八十 然后呢 三十跟八十的夹边呢 三十跟八十的夹边是七 所以呢 他用了ASA OK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十 右图所示 直线AB 跟BC相较于E 这两个是一样的长度 一样的直线 一样是直线 AB等于CD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以致 脚B等于脚D 等于二十度 以致 接下来我们还要的是 这两个脚要一样 对不对 对顶脚向等 对吧 这个交叉的对面 叫对顶脚向等 那对顶脚向等了之后 两条边 两个脚 然后边一样的都是 在一百三十的对面 OK 那 就是AAS 圈等 脚C多少呢 脚C就等于脚A了 那脚A呢 是一百八减一百三 再减二十 所以是等于三十度 所以脚C也是三十度 OK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一下立体十一 右图所示 我们有ABC 脚B等于脚C AH是BC的高 高是什么意思 代表这里是90 这里也是90 AH等于AH 这是公共边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里左边跟这里右边是一样 全等的话 我们可以用脚B等于脚C 他给的 AHB等于AHC等于90度 因为AH是高 再来AH是公共边 我们有两脚 然后一个B的对边 这个是C的对边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叫做AAS 全等 OK AB就等于AC 因为三角形 这两个全等 就对应变相等 然后呢 BC是8CM的话 请问BH是多少 因为BH等于CH的关系 就这整条是8CM 这样BH就会是4CM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11可知 若一个三角形 两个角是相等的话 则这两个边也一定相等 OK 等角对等边 所以我们有定理了 所以可能词一些就会再提 这个叫等角对等边 也这里 所以我们用立体11跟立体 立体4跟立体11 刚才4 立体4的那题呢 我们就有讲到 它是等边对等角 OK 立体11这边呢 就是等角对等边 所以这个呢 结论呢 我们也要提起来 此一些我们可以用 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等边就会对等角 等角就会对等边 所以这个特别用在哪里 特别用在 等要三角形方面 OK 等边三角形不用看 等边三角形了 三个边一样长 三个角都是60度 这个跑不掉了 但是等要三角形 就会有不同的边 不同 有只有两个边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对说 到底哪两个角一样 那这两个边就会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补充补充资料 之前我们有提过的 就是大边对大脚 大脚对大边 OK 那这边呢 大脚大边对大脚来讲 我们又用 用全等吗 它好像是用全等的方式 来证明 有用全等吗 我看一下 他们可能用一些方式来证明 那ABC 里面我们有AB大过AC 那我们要证明 ACB会大过ABC 因为这个是大边 这个就要是大脚了 所以我们要从AB大于AC来证明 叫ACB大于ABC OK 所以它就去 因为它比较长 像我们可以找一个 点呢 是让它AC可以等于AD OK 然后呢 我又画出来AB等于AC的时候 我们就连接CD 所以在ACD的这个等腰三角形里面 我们知道AC等于AB的话 那这个ACD就会等于ADC了 这个就是等边对等脚 OK 那ACB呢 那ACB呢 就会大于ADC了 OK 然后 然后什么呢 我可以讲 我的我有点乱 ACB大于ABC 那我已经初步证明到ACB 是大于ADC的 然后过后呢 ADC是这个三角形的外角 对不对 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这样这个ADC肯定就大过ABC了 ADC大过ABC 所以因为三角形 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所以ADC大过ABC 所以呢 ACB 大过ADC ADC又大过ABC 这样AD ACB就肯定大过ACB了 OK 所以这个呢 就证明到了大边 对大脚 那大脚对大边的话呢 他又 用了 这个我不提了 我不想要讲到这样系 就是 同样的道理 他从等角对等边 去证明这两个一样的边长 然后过后呢 他又证明到AB 是大于ABC的 OK 有兴趣自己去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随堂练习BAR的部分 随堂练习BAR的部分 我们有这个画三角形 我就不画了 有兴趣你们自己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哪 哪两个三角形全等 好 so 这边主要刁难的部分呢 就是他有 有些给了30跟40 有些又给了40跟180 110 但是 但是你用180减110 你就会得到70 70减40 就会等到30 也就是说这里其实是30 这样这里其实又是110 所以我们把那些剩下的角 我们也标一下 所以这个是30 这个是40 对吧 这个是110 大概是这样子 换句话呢 我们就要看七是谁的对边 对吧 他基本上三个角是一样了 全部的三个角是一样 只是七到底是谁的对边 这个是七是110的对边 这是七是110的对边 所以这里两个是全等 那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写ABC的话 这个是110去30 再去40 那我就要用110去30 再去40 所以是UTS OK 我写一下 我写ABC 等于 ABC 等于 UTS OK 这样子就好了 就基本上是三角形 ABC 相等于三角形 UTS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个是30度的对边是七 我们要选30度的对边是七 所以是这个 OK 然后呢 D D EF是怎样 DEF是40度去110 再去30 我们这里也是要40度 去100度 再去30 所以是XYZ 这个也这么巧顺序 XYZ 这个这么巧顺着 OK 最后的是PQR 对不对 PQR PQR7的 40的对边是七 所以40的对边是七 OK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PQR是110 去30 再去40 110 去30 再去40 LMK 等于LMK 所以你会看到了我们一直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 全等三角形它的顺序很重要 这三角形的顺序 前面你可以随便乱写 后面你就要对前面的 后面就要跟前面的要对应 OK 所以前面给乱写 后面就不行 OK 所以4.3 D 你们来坐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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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